CDC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推荐批准辉瑞疫苗 虽然这一建议没有约束力 但CDC主任瓦伦斯基预计将很快接受该委员会的建议 此前以Combernity名称上市的辉瑞疫苗 在去年12月获得了FDA紧急使用许可并在美国上市 根据CDC数据 自那时以来辉瑞疫苗在美国接种超过2亿900万只 目前辉瑞疫苗对12至15岁儿童仍然只有紧急使用许可 该公司正在收集更多数据以申请全面批准 对12岁以下儿童的使用授权 FDA疫苗监管主管彼得·马克思表示 一旦该公司提交数据 FDA将尽可能迅速批准12岁以下儿童接种疫苗 在9月初 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已经允许 为免疫系统中度至重度受损人群 接种辉瑞或莫德纳第三剂疫苗 这些人群包括接受实体瘤或血癌治疗的人 器官移植患者以及晚期或未经治疗的HIV患者 CDC估计大约有2.7% 也就是700万名美国成年人免疫功能低下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不客气功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